欢迎来到历史客栈,我是美丽 1933年8月,红一军团进行了一次竞赛 结果,第二是第五团,勇夺第一 第二是第四团,名列第二 第一是第一团,位居第三 朱老总兴奋的说,这就是红军的三只虎 当时,这三个团的团长分别为周振国、萧桃明、吴高群 但可惜的是,都在后来的战斗中牺牲了 不过,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人更牛 先后担任过这三个团的团长,就是陈正香将军 陈正香原本加入的是国民党军 但因看不惯国民党军的腐败 就在1930年发动起义,加入了红军的队伍 陈正香加入红军后,因为作战勇敢 思想觉悟提升快,三年时间就从班长升到了团长 而且是红一军团,红二师武团团长,红军第一虎 长征时期,陈正香又先后担任过红二师四团团长 红一师一团团长,成为先后担任过三个老虎团团长的唯一一个人 不过,陈正香虽然在红军内部是有名的虎将 但外人知道的却不多,真正让他扬名立万的 还是抗日战场上那神奇的一炮 1939年10月,阿布归秀率部开进了进察纪根据地 号称要用游击战对付拔路军的游击战 不过,他却倒了大霉,遇到了虎将陈正香 11月7日,当拔路军与日军在黄土岭击战时 陈正香用望远镜发现,黄土岭附近的山梁上 有几个拎着战刀,穿着黄泥子大衣的日军指挥官 而且不断有其他日军军官进出 他马上断定,那里是日军的指挥所 于是,陈正香立即将迫击炮调过来 然后亲自指挥炮兵开炮 四发炮弹,呼啸着飞向日军的指挥所 阿布归秀当场被炸死 经此一战,陈正香也一夜成名 成为延安和重庆各大报纸争相报道的英雄人物 1955年受闲时,陈正香被授予了中将军衔 很多人为他鸣不平 要知道,长征时期红军三虎的另外两个团 团长杨德志,团政委杨成武都被授予了上将 但陈正香毫不在意,大度的说 相比我对革命的贡献,给个中将足够了